有关新庄区中复结合中原路235项设置红绿灯及小绿灯灯杆机座工程施作问题 在今年8月中旬已经顺利施作完成 新北市议员钟鸿仁也是幕后的工程之一 对于这项交通设置能够如期完工 议员在受访时也肯定中原里长黄永昌和他共同努力的争取 一起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像我们在服务处新庄中原路服务处 这个周边我们中原里的里长黄永昌他也非常认真 前一阵子也会同我们服务处在附近的人行道有很大的改善 包括红绿灯的部分其实有做很大的改善 那市政府其实工所这边效力也很快 就是很快来完成 因为中复街这个地段属于双T路口 加上又没有交通耗制登行人过马路必须和时间赛跑 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经由当地里长向议员反应之后 极力争取改善完成 此外对中原路255号及259号的骑楼斜坡工程师座 同样在近期之内完工了 钟鸿仁占选有关单位及黄里长的办事效率 不仅改善当地骑楼的高地落差问题 而且在路面顺平后 针对轮椅主还有行人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舒适行走空间 骑楼的部分要顺到人行通道 其实也都有让它顺平 让通过人行道的行人 或者说推轮椅都可以直接上到这个骑楼的通道 我是觉得这个也非常好 而且他们都很积极在做 我们予以肯定 维护用路人的通行安全 议员强调里长们如有发现里内任何需要改善的交通建设问题 他将全力以赴和里长们共同争取 让地方乡亲享有更便利与安全的交通环境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道